带您走入台湾最长的国家级自然步道 张之细路 这条古道小径 见证了400年以来 自然生态及人文历史的变化 渡南古道 部分石阶依然是传统的碟石制作工法 保留了鲜明的智慧 鸣凤古道 这里你能看见在其他地方 看不到的独特自然景观 老关路古道 尽管地形险峻 这里的竹林 依然给了客家聚落最好的屏蔽保障 石阶子古道 在这里有许多回到祖先家园的居民们 最后川木爱勇古道 又称联阴之路 是客家与原住民部落 跨文化通婚的发源地 想知道更多古道的故事吗 锁定张之细路的秘密 就在AXN 在AX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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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